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一場戲我們都會排戲 唯獨這場戲我們是沒有排過的 Teddy他飾演我的親生爸爸 對他有一種很大的憤怒 有怨在裡面 還有童年的屈結 織了二十年 要跟他解開的心結 那個感情很自然 真的不像演戲 我自己看也有被感動 我覺得我最意想不到 我應該也是飛鱒山的那一幕 沒有想過那天會那麼冷 沒有試過在山上玩 我覺得這個真的要拍戲才有這個體驗 還有那天還有一些故事 要去飛一下飛一下 整件事挺浪漫的 挑戰了一個我覺得是陰謀生涯的劇場 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在一個很冷的環境 是超級冷 我們還要在一個山上搜尋一個台 我還要在一個尾裡打鼓 我覺得很難忘的 我覺得很刺激 我覺得在上面那裡 因為我本來都要在這裡取暖 我覺得很好笑 大家都是一停機 就要躲進那輛車裡 很幸運 整個團隊都很照顧我們 給了很多暖爐 我記得有一個是用汽油的暖爐 我們圍爐取暖 這是一個很溫暖的 一個深刻的記憶 我特別深刻的是 K很不開心來找我那一場 還有我對著牆 打鼓那一場 我覺得Ronnie是一個很聰明 反應很快 還有一些活潑的小朋友 因為我記得 知道我本來是打鼓的 其實那一場 我要用這個行為跟他說 其實我一直以來這麼支持你的原因 就是我也打鼓 所以我也明白他 其實跟K合作 我是很緊張的 我記得有一場他要化小丑妝 因為一進來 我就要平常心 進入狀態 其實那一場戲比較沉重 K很厲害 他做到那種神態 令我覺得這個家長很擔心他的小朋友 其實那一場我拍完也有點觸動 這次整個合作 跟K對戲 我覺得是 我自己也學到很多東西 我的角色是做阿K的一個樂隊成員 我負責彈BASS 叫做阿菲 那一場我要跟一個朋友道別 你不知道他的反應是怎樣 你只是想說你一直以來收在心裡的事 我自己的感覺是 我是把這件事放在心裡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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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去到一個位置真的 只包不住火了 要坦誠地去跟對方說真心的話 所以我覺得那個是發自內心 拍攝的屋 我覺得簡直是一個樂隊的dream house 如果可以的話 我也很想把一間房間隔了一個Bang房 甚至是一個廳間隔了一個Bang房 起床就做音樂 一起玩 一起jam 玩音樂不是只有苦 有很多快樂在裡面 所以這也是我們繼續堅持下去的原因 所以多多支持香港音樂和香港電影 最重要的東西 是在這裡 我想用音樂好好記住 聽到天跳 道遊尖旺通笑 世漢每一朝 世庭每一調 去到那裡仍記住笑 道理事最巧妙